俄罗斯名将梅德维夫 周四在墨西哥网球八强战中 对上日本好手西纲良人 他以6比2 6比3轻松取胜 而这场胜利也让原本排名第二的他 成为新的世界球王 台来赛后受访时表示 自己没有想到会成为球王 看到讯息才知道 世界球王换人当 因为原本排名第一的乔科维奇 在杜拜南网赛大爆冷门 同样来到八长站的乔科维奇 遇上杰克好手维斯利 首盘发球率仅6成 在对手强攻下 最终以4比6败下阵来 我非常幸运地在这种位置 幸运这不是我的天 我感谢尼利他比较好 乔科维奇输掉比赛也丢了球王宝座 恐怕连他自己演始料未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